大家好,我是星辰,我今天来到了沈阳市黄谷区的英雄公园内的通泰广场 它是位于黄谷区金山路,与鸭路江西街交叉路口往西约170米 是一片老少街宜的新天地 地主金山路高架桥下面路边有一个老年健身广场 其实相对于英雄公园的一部分 沈阳靠美园长烈食人员和苏军烈食人员 出门连百米就是通泰广场 在你面积挺大的,有各种安装火的健身器材 有活动筋骨的旋转类,力量类,技巧类 花样繁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除了健身项目,还有一只类游戏 中国象棋,它的棋子是固定在棋盘上滑动的 这里是英雄公园西直宫文体广场 这是练习打冰球吗 这边公园环境挺好的 有很多休闲艺 通泰广场就是老年广场 它是为老年人准备的休闲和锻炼的场地 可以供老年人打太极拳,跳老年舞,休闲散步等 而且本广场还设有章鱼休闲座 供给老人们在锻炼散步之余,休息之用 预祝老人们身心通态,健康长寿 沈阳黄谷区的英雄公园 公园设计很精细,内容很多 有通达之门,空中战道,通乐广场,通态广场,通会广场 还有通圣景观,有很多孩子可以玩的地方,沙场,秋千,还有黄花板的场地 还有免费停车场,很大的一片 那么大家知道吗?沈阳英雄公园,它是位于沈阳黄谷区首府新军类 是黄谷区2014年为群众办实事中的内容之一 沈阳黄谷区的英雄公园,西宁北宁公园,东宁烈石宁园 是外地道省游客的必游之地,同时地处北阿环旁 是沈阳新的警官代言 前面有沈阳市民,也就是退休的大雅在这边放风筝 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 远远望去还能看到坦克碑 是从沈阳站灯光场,迁移到苏军烈石宁园 放风筝我也会,小时候在老家玩购 这是英雄公园的通泰广场的介绍 沈阳黄谷区的英雄公园,它是沿北阿环 北侧沿街建的一座免费的带状市民休闲公园 挺大的,东起金山兰路,与鸭路江北街兰口交界处 入口最显远的建筑是一座钢结构的逆体中国节 造型精巧 旗下宽敞的空间是一早一晚附近人们绝妙的活动场所 如果不是雨雪天气,都会聚集很多人 往昔是青年运动广场,有滑板场地 这可是国际C级的比赛场地了 可现在更像是儿童游乐场地了 那么大家知道吗?沈阳市英雄公园啊 是沈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13.5万平方米的大型警官公园 英雄公园 凸显出英雄文化皆休闲健身多功能的公园 这里绿鹰环抱,景色宜人 我现在来到了英雄公园的通泰广场啊 在我的正前方就是苏军烈神灵园 远远望去就能看到坦克碑 它的全称是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是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的话 我上一期节目有专门的苏军烈神灵园 在通泰广场这边有个加水点 这边是禁止停车的 这我在南方我没见过啊 我是来自江苏 刚好这旁边有一辆车正在加水 我们走进看一下 这是一辆中年中工生产的洒水车 汽车正在这边加水 我现在来到它的侧面啊 这是一辆扫地车 我看了一下在英雄公园里面的通泰广场 这边有很多加水点啊 现在开来的这是一辆洒水车 这边还有很多沈阳市民在这边放风筝 说明大爷们的退休生活啊 丰富多彩 兴趣爱好也是很广泛的 我刚刚转了一圈 有锻炼身体的 也有市民在这边踢卷子 四个人在一起 还有大爷在这边 学滑轮 还有大爷大妈坐在一起练习唱歌 也有大爷带孙子来公园这边玩 时间过得很快啊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想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是星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